这腌萝卜呢很多人在家都腌不好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奶奶用了一辈子腌萝卜的方法 腌出来这萝卜呢简单又好吃 放半年呢都不再坏的 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白萝卜 把萝卜呢我们给它一切为二 把萝卜切成片 把这个片呢我们切的稍微薄一点 切好的萝卜片放到一个盆子里边 加入一勺盐 然后用手把它们抓拌均匀 把萝卜呢淹出我里边的水分 再准备一些小米辣 把这小米辣呢给它切成段 稍微大一点 切好的小米辣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两根青辣椒 把青辣椒我们也给它切成段 切好的青辣椒段放一旁暂时备用 再来一块生姜 把生姜呢给它切成姜片 切好姜片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准备一些去原皮的大蒜 把大蒜呢给它切成蒜片 切好大蒜片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这时候咱们的萝卜就已经腌好了 把里面的水呢全部都给它挤出来 千万呢不要把萝卜用清水再起一下 否则那样腌出来的萝卜吃不了多久它就坏掉了 去完水的萝卜以后我们现在开始腌制 加入一小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的陈醋鸡精一小勺 白糖一小勺提个鲜 然后呢我们把它们全部均匀的抓拌在一起 抓拌好以后加入我们切好的辅料 再加入一把的花椒 锅里面加入一些食用油 把锅里面的油呢给加热至冒烟 冒烟的热油我们浇在上面 然后呢把它们再次均匀的抓拌在一起 抓拌好以后给它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面腌制三个小时 经过三个小时腌制 咱们这个萝卜呢就腌制好了 方法超级的简单 腌制它的萝卜呢 非常的脆 关键呢吃半年它都不太坏的 在这里呢吃腌萝卜也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一定要用一个专用的筷子 千万不要用随便的筷子进去加 否则呢这个萝卜呢还是会坏掉 因为呢你用随便的筷子上面有水分 所以呢你的萝卜会保充时间不久 就是这个原因 今天奶奶用了一辈子腌萝卜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